殉道篇第七章 至于知别 七点一 良好的生育 胜于名贵的香叶 此日胜于生日 七点二 往居丧的家去 胜于往宴会的家去 因为丧事是人人的结局 活人应将此事放在心上 七点三 悲哀胜于欢笑 因为愁容能使心灵舒畅 七点四 智者的心是在居丧的家中 于人的心是在欢笑的家中 七点五 听智者斥责 胜过听于人歌唱 七点六 愚人的欢笑 就像釜底荆棘的爆炸声 但这也是空虚 七点七 实在压榨 使智者婚于慧歌能败坏人心 七点八 事情的结局 胜过事情的开端 居心宽容 胜过存心傲慢 七点九 你心里不要轻易动怒 因为愤怒只停留在愚人胸中 七点一 灵 你不要问 为什么昔日胜于今日 因为这样的结问不是出于智慧 7月11日 智慧与家产都好 对看见天日的人都有益 7点12 因为受智慧的硬币 与受金钱的硬币无益 但认识智慧的好处是在于 智慧赋予有智慧者生命 你分析了吗 наверное 想ığın 好处是在于智慧的 那种人还有 感谢观看